好,我把这篇文章临时换掉了,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原本落伍了,过时了,新闻文章有更新,所以这是新版。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写给大众读的网络文章,它的引用格式其实就是超连接,没有其他格式,但是我原本提供那个PDF,它不知道为什么超连接点不进去,所以没办法就是做相关示范,所以我这边提供的就是线上版本,就直接连接过去。 好,所以我们来看这篇Britney Spears is finally free,小甜甜布莱尼终于被解放了。 这篇文章,呃,你看右边就知道有点长,所以我们不会全部上完,我们主要是看它这个文献探讨吗?就是它去爬书以前的就是经过以及记载的部分。 呃,那为了让你们了解那一段在干嘛,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引演。 呃, 这个conservatorship should end today,所以conservatorship是什么呢?这个台湾法律没有这个东东。呃,直接解释应该就是成人监护。 有点像是呃,呃,台湾法律规定的限制行为能力或是无行为能力。呃,老师,是,老师那个画面看不到,我们还在停在木头那里。 哦,哦,哦,我了解他那个。 哦,我了解他那个。 等一下哦。 我了解他的财产就是由另外一个人代为掌管。另外一种是连个人生活的决定也需要由他人掌管。所以我们可以粗略的就是把财产的部分理解为台湾的限制行为能力。然后把个人生活的那种监护理解为台湾的无行为能力。 那布莱尼他,呃,遭受到的状况是两个都被就是代管。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就是被判为无行为能力。但是,呃,去年底,由法院终于同意他应该恢复行为能力。 啊, the news comes after two years of increasing, uh, increasing controversy about Speer's, uh, conservatorship, and after an explosive six months of revelations about just what was happening。 所以有这个法院判决有一部分是因为判决前六个月有不断的在爆料说这个监护的这个情况。 不是很妙。 呃,所以这篇文章。 呃,我们就是要看这个监护的过程是怎么样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 呃,他这边有提说就是相关爆料是什么?有一篇纽约时报文章提供超连结,点进去的时候就会开启那篇报道。 也有一篇呃,纽约克杂志的报道。 呃,这边还有一个是呃,布莱尼自己在法院上终于有机会发言。 呃,因为毕竟如果他被判为无行为能力,理论上不能在法院上发言,除非法官特别允许。 呃,所以这个连结,我们如果点进去看,呃,也是一篇报道在报答他当时发言的内容。 呃,所以这边嘛,就是提到这个之前什么爆料,他就提供超连结给你,让你可以自己去读。 呃,但是毕竟我们读的是这篇文章,所以呃,这篇的作者不能只是提供超连结叫你自己读就算了。 呃,他还必须要再要,呃,他所连结这些文章在讲什么。 呃,所以,呃,June 22 article in the New York Times revealed damning new evidence of how controlling the conservatorship has been, and showed that Spears has been actively trying to get out of it since 2014. 哇,所以他要奋斗了七年。 A July 3 article in the New Yorker painted a picture of Jamie Spears,这是他的父亲以及就是法定代管人,法定监护人。 呃,painted the picture of Jamie Spears as an emotional abuser,用情绪暴力。 Obsessed with the control he has over his daughter's life. 所以等于是让我们知道这两篇文章在讲什么,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点进去就是详细语理解。 好,呃,然后,呃,因为就是最新发展是,呃,这监护结束了,所以他这边是先带我们看说结束的过程是什么。 所以就是这篇文章,他不是一个纯粹的解释型文章,他有点新闻时事意味。呃,纯粹解释的话,他就应该会按照时间顺序先后呃,从头讲。 但是他是呼应最新发展,所以先把最新发展跟你讲,因为这个就是你看这篇文章的主要理由,然后之后再补充你可能不知道的背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结束的。 前面六个月爆料,然后。 。 For most of the conservatorship, Spears has worked with a court-appointed lawyer,有法院指定的律师。 But on July 14, the court ruled that she would finally be allowed to retain her own。 。 雇佣律师是用retain这个字。呃,因为律师的。 雇佣方式又不是说他有事做你才要付他钱。 是说你只要指定他是你的律师。呃,基本上任何你遇到的法律纠纷都去找他的话,那你平常就要给他付费。 即便没事,你要付,呃,就是雇佣费。所以retain的意思就是呃,保留。 使用或保留权利。所以在这边就是张雇佣律师的动词。to retain a lawyer。 。 好,所以布莱尼就雇佣了自己的律师。这个律师是前任联邦政府检察官。蛮厉害的。 呃,who called on Jamie Spears to voluntarily step down from the conservatorship。呃,请他就是卸任、辞职。 呃,Jamee complied。呃,呃,辞职。但是他同时呃,他不是要结束监护,他是自己辞职。 所以他另外也声明,prepare for a transition to a new conservator。 但后来呃,他又就是filed a petition to permanently end the conservatorship。 所以后来他也被说服说这个申请结束监护那个状态。 所以这些连结,你如果不想点进去你可以看左下角。 你们看得到那个左下角的那个连结预览吗? 那个有一个网址。 看得到。 对啊,所以谢谢。所以这个网址CNN报导。 然后那个他父亲申请更换监护人。 这个是TMZ报导。TMZ是美国的八卦杂志。 然后下面这个申请结束监护状态又是CNN报导。 好,所以这个其实当初是蛮大的新闻,在在美国。 然后呢,on November 12th,it all finally ended. Britney Spears' conservatorship has finally terminated,结束。 呃,魔鬼终结者,terminator,终结结束。 好,所以这个是最新发展。 接下来他开始回顾,呃,这个一开始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呃,现在,哦,应该说在监护过程中因为他被受,呃,受管束,所以我们不了解他的平常生活状态。 但是,at the beginning of her career,she tended to be candid with the public to a fault. candid 是公开坦诚。 呃,甚至有人,呃,甚至可以理解为就是未经准备的,就是直接坦荡荡的。 to a fault,这个片语的意思是说可能有点过头了。 通常就是是加在通常被认为是正面的事情后面。 比如说he was honest to a fault. 他诚实过头,诚实很好,但是就是太太多的话就出问题。 fault当然就是呃缺点,所以就是说。 已经达到缺点的地步,就是过头了。 好,所以怎么说他跟大众很坦白呢? 下面就呃,访问了一个媒体研究教授。 你可以看那个日蓝里也是同样的网站。 这个网站是Vox。 这个网站其实蛮有趣的。 他是呃,不使用任何付费墙。 每一篇文章都可以就是公开读到。 然后他的专场是专门去解释。 呃,新闻时事或是当红议题。 呃,然后不定期会向观众募款之类的。 我记得他也没广告。 我不大确定,因为我有那个挡广告的程式, 但我记得他也没广告。 单纯就是靠募款来的。 对不对,give,募款。 好,所以呃,这篇文章有更新过数次。 所以这个访问就是同一个作者2020年进行的访问。 所以他这边给你连结。 呃,那这个专家他讲的话就是在支持。 作者上面这一句。 讲说, Part of the Britney narrative, 关于布莱尼的论述, 或是我们如何理解他这个人。 Narrative本来意思是故事啦。 那一个人的故事就是我们如何去理解他。 And part of the persona, Persona是形象,尤其是大众形象。 。 That seems to be authentic,很真诚的。 呃,然后他这个教授中间先说,但是我们这件事情要小心处理。 小心去思考。 Is that she seems to want to speak directly to her public, because she thinks they'll understand what she's going through? 。 所以是一个什么样的跟大众就是坦白真诚呢? 呃,不是。 就是操纵观众或是他的粉丝。 而是寻求同情吧? 不不不, 同理。 他觉得人家会理解他的状况。 。 所以这种关系是比较平等的。 那同时,呃,下面会稍微带到就是说我们通常看明星没有预期说明星跟我们是一样的吗? 我们通常觉得明星会比较厉害或什么样的。 所以他这样子很平等的跟大众互动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张照片是2001年的。 这篇文章的照片基本上都是早期的。 呃, 这个选择也蛮有趣的。 毕竟新闻是最近的新闻。 然后他在监护过程中他还有在受他父亲指使去表演。 所以也有近期的照片。 呃, 这篇文章的旧的版本也有近期照片。 可是这个版本好像只有只有第一张照片是是新的。 对, 这是18年。 那下面全部都是早期的照片。 监护之前的照片。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通常照片选择是编辑的选择, 不是作者的选择。 我是觉得编辑他想要强调的就是, 呃, 布莱尼恢复了像事业早期那样的人生自由。 呃, 就是没有要强调他的受苦受难过程。 好,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他跟大众很真诚坦白的行为。 所以Luckett就是这个教授, Moya Luckett。 看英文文章要稍微留意一下人家的姓。 Xing shi。 Xing shi。 Luckett pointed to Spears' infamous2006 interview with Matt Lauer. 然后这边就给你连结。 连结是到today, 他也是一个新闻网站。 for which Spears did her own makeup, 所以跟大美心不一样,自己画自己的妆。 and during which she broke down in tears. 呃, 居然在, 在电视上哭起来了。 as well as her 2008 documentary, 这个连结你看左下角是到危机百科。 所以他08年也有纪录片。 and her short lived reality TV show with then husband Kevin Federlin。 所以他当时也有拍石敬秀。 short lived就是没有播很久,播一播就停播了。 而这个石敬秀是跟当时的先生 Kevin Federlin一起主演。 这边连结也是到危机百科。 呃, 提醒一下石敬秀不是真的吼。 你们知道这件事吼, 石敬秀是有剧本的。 然后呃, 那些人是在演戏。 就是导播会跟他们讲说, 要, 要, 这个场景要往哪个方向演, 然后有时候会指定台词。 所以石敬秀的概念是, 找一些感觉会蛮符合, 这个故事的名人。 但是故事本身是有虚构成分的。 呃, 应该是说是虚构的, 但是有一些现实成分, 可能会融入, 呃, 就是明星真正生活中的一些元素融入进去。 但它不是纪录片, 它是有剧本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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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ose moments, spears appeared confessional, 呃。 呃, 总之就是一副想要, 呃, 告诉我们真实的状况。 甚至是authentic, 真诚的。 。 She wept when she told Laura she wanted the paparazzi to leave her alone. Paparazzi是狗仔。 呃, 注意, Paparazzi这个字, 它是, 复述。 单数, 一个狗仔。 是, Paparazzi, 歐结尾。 这个是意大利文的文法, 因为它是意大利文来的。 所以就是讲到被狗仔就是追的时候, 被狗仔骚扰的时候, 还真的弹露出这个, 负面情绪, 哭出来了。 One critic, 评论者, 不是线上谩骂那种, 是专业评论者。 One critic called her reality show Disturbingly intimate. 亲密的让人有点不舒服。 She appeared to be an open book. 好, 然后这个当然连结就是连结到那个评论者是谁? 呃, 他写的那篇评论。 Slan, 你看左下的那个王子, Slan Magazine, 是专门做评论的。 好,我刚刚就是趁机查一下, confess中文一个叫忏悔。 对。 好, 所以一开始, 事业一开始, 他的形象是完全公开的。 所以, 所以, 注意动词, to do an interview, 提供访问, 或是, 对, 是提供访问, 被访问啊。 如果你去访问人家, 通常就是interview当动词, to interview someone. 呃, 所以, 所以, 虽然没有直接跟媒体互动, 但是他监护一开始, 在社群媒体上感觉还是很真诚。 是, dancing, and, joyous, emoji-laden captions。 就是, 用很多就是表情符号的一些文字。 对不起, 是, dancing, and, joyous, emoji-laden captions。 所以, 是他的文字很开心, 感觉很开心。 这个逗点, 呃, 严格上来说不合文法, 但是现在就是大众文章越来越常见。 呃, 理论上这边应该是一个and, 或是其实可以不要, 就直接就是写下去。 呃,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会觉得说, 如果你只是两个形容词, 然后你不想用and的话, 呃, 感觉应该用逗点隔开。 但是严格上来说, 这两种形容词不一样嘛, 一个是快乐的, 一个还是另外一个是, 使用很多表情符号的。 呃, 所以他不适合使用同位语动词, 两个并非同位语。 呃, 反正当中文章嘛, 这个, 很多所谓流行文法概念, 不一定符合逻辑, 但是这就是所谓的惯例, 就是这样成型的。 呃, 就让你, 就提醒你一下, 就是不要像我刚刚一样, 被这个豆脸糕混淆。 And all the, all those posts were, depending on whom you asked, either very obviously blandly happy, or riddled with hidden darkness. 所以端看你问谁, 有些人觉得这些社群媒体贴文, 就是他当然开心啊,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一看就是有不为人事的黑暗面。 也就是说, 全是因人而异。 blendedly是, blended是无味的, 没有味道的, 平淡的。 呃,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单纯的, 明显单纯就是很开心。 那这个, riddled, riddled with, 呃, 这个, 通常后面接的, 授词是说, 呃, 最常见的是to be riddled with holes, 就是, 他叫什么, 呃, 身穿白孔吗? 刺穿白孔, 就是满身是洞。 后来被延伸为就是, 呃, 各种, 缺陷, 或是各种漏洞, 抽象的漏洞。 那这边的, 用的这个片语意思就是, 表面上看起来很开心, 可是其实仔细一看, 有各种这是, 阴暗的, 的, 语意思就是我们其实当时我们其实不知道只能每个人各自猜猜看。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接下来, 呃, 又引用另外一个人的说法。 because the videos are a kind of art brut expressionism, 呃, expressionism 是表现主义, art brut 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艺术作品。 所以拿出这些 Instagram 影片看起来就像是, 也就是, 呃, 一般人这个拍摄的影片。 Empty of context, 没有脉络的。 They fill viewers with questions, wrote Katie Weaver, of, of, 这本官员的意思是, about. Spears' Instagram video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in 2019. 所以, 没错, 这连结是连到纽约时报。 What does she want us to feel when we watch? Is she to be viewed as an innocent girl playing dress up? 就是那个叫什么? 呃, 穿衣服, 换装, 当游戏。 Innocent 这边是天真纯真的。 而后面又提供两个可能性。 Regardless of intention, 无论它用意是什么, the clips, 这些短片, clip就是几分钟的短片, 甚至不到一分钟, are illegible, 无法阅读, generating primarily a voyeur's guilty, mystified confusion. 主要是生成, 主要是生成一种偷窥者的一种, 呃, 内疚而这个, 觉得是一团迷的一种困惑。 所以就不知道它, 它想表达的是什么。 呃, 这边点一个文法概念。 to be viewed。 这种写法是, 应该要如何。 所以这句中文是, 它, 应该被视为一个, 就是, 纯正的小女孩在玩, 呃, 变装游戏吗? 就如此类。 We either can never think what she's thinking, or we know exactly what she's thinking. 所以一样就是, 我们要嘛什么都不知道, 要嘛我们全部都知道。 就是很模糊啦。 sade the host of the Britney-centric podcast, Britney's Graham, in their inaugural episode. 所以这是播客节目主持人。 你们知道播客节目是什么吗? 基本上就是预录的那个广播节目。 呃, 然后这播客节目是, 围绕着布莱尼, 名称叫做Britney's Graham, 就是布莱尼的Instagram。 Inaugural是第一个。 呃, 他人本的, 他通常的意思在政治上就是, 呃, 旧任, Inauguration, 旧任。 所以Inaugural当然就是, 旧任后的, 就是第一个。 所以他们第一集, 呃, 就讲了这句话。 我们看, 这个播客节目连结是到, 这看样子应该是那个节目的首页。 然后这一集, 是到, 那一集, 就直接那一集。 所以这个引用资料其实弄的还蛮, 还蛮完整的嘛。 呃, 然后他说, 这个, 这种二人模糊, That's the enigma of Britney, enigma就是一个谜团。 这个字的,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这个字的资源非常有意思。 enigma是二战期间纳粹给自己的那个密码编码器跟解码器, 那个机器的名称。 呃, 中文应该叫什么来着? 应该就是密码, 对。 呃, 的秘密编码。 那后来, 呃, 西方, 那叫什么? 就是联军, 盟军, 同盟。 啊, 我真的应该回去翻翻高中历史课本, 中文怎么说。 呃, Allies, 联盟军, 同盟军, 他们是怎么解码的呢? 确实是突破不了, 所以他们其实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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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前, 有, 没记错的话是去攻击, 纳粹德国的, 潜水艇, 然后把人家俘虏了, 然后就从上面得到一台Enigma机器, 从此就可以偷偷的读取德国的那个军事消息。 呃, 这个故事有很多电影拍过啦, 有兴趣可以搜寻这个字的历史。 。 The confusion over Britney, 注意这些事情 over, 关于不来你的这些困惑。 。 And the question of what exactly was going through this girl's head, 她到底在想什么? Began in 2004, when she married her backup dancer, 后补的舞者, Kevin Federling, to widespread mystification from her fans, 她当时粉丝不了解, 为什么会嫁给一个后补的舞者。 这个to, 很有意思, 这个to表示得到什么样的反应。 后面通常接的就是好评, 或是烂评。 to high praise, 或是 to negative reviews. The parent divorced in 2007, 所以接了三年。 Following the birth of their two children, and spears began to act erratically, erratically是古怪的, 难以预测的。 And because she was constantly tailed by paparazzi, 后面一直跟着狗仔, tail是跟踪,追踪。 Most of her erratic behavior was made very public immediately. 所以没有中间缓冲。 The paparazzi followed her around for upskirt shots. 有些狗仔还跟着她试图拍群底照。 我后来上网查, 发现在美国群底照大部分的地方是合法的。 法对理由是因为是公开场合, 然后它不是裸体。 内裤算是一种衣服, 所以这种照片算是合法的。 真的很莫名其妙。 关于群底照, 有另外一个知名故事是艾玛华生。 他18岁, 庆生会, 晚上离开的时候, 就有狗仔躺在地上想要拍他群底照。 就是一变成人就遇到这种状况。 。 She started yelling at them in a British accent。 好,所以古怪的地方在这里。 开始用银腔。 这个连接是到People杂志的报道。 。 She shaved her head, 他说刺青师。 That she was sick of people touching her hair. While paparazzi photographed every angle through the windows of the hair salon. 那他连去, 呃, 理法厅去美容院, 刺青院, 都被狗仔包围。 。 对, 呃, 这个法院也有判过, 这是合法的。 就是你只要是人站在公开场合, 公共空间, 看得到的东西都可以拍照。 即便是人家家里, 只要是透过窗户, 你站在, 呃, 你所畏惧的地方, 不是私人土地。 你站在那边所看得到的憧憬, 或是人家家里, 或车子里怎么样, 全部都是合法的。 She attacked a paparazzo's car with an umbrella, 那是为他鼓掌。 呃, 这个连结是到time 杂志。 She went in and out of rehab, 他进出乐界所。 呃, 这个是到today 新闻报导。 所以他他大部分连结的都是新闻媒体。 他很少去连结评论, 有有他上面连结一个评论是因为他他要引用的就是那个评论人的意见。 呃, 但是提供事实的引用, 他都是呃, 援引新闻报导。 Rehab, 乐界所, 他这个是来自, 呃, 呃, 这个是缩写吗? 他全名是Rehabilitation。 我写给你。 呃, Rehabilitation就是乐界。 啊, 那通常是Rehabilitation Facility, 设施或是呃, 那通常是个人的所。 啊, 所以,呃, 这边就是意思就是说他这些古怪行为背后好像似乎也有需要乐界的那个原因。 。 she sleepwalked through her performance at the 2007 VMAs。 好, VMA 是 Video Music Awards, 就是MV奖。 呃, 额, 额, 他说他当时的表演像是呃, 行私走肉。 他的中文是怎样? sleepwalk就是半夜就是梦游。 那意思就是好像没有没有很专心的在表演。 。 so badly, 情况遭到以至于Perez Hilton, 这是一个知名的八卦记者, lectured her for being disrespectful to her fans, 甚至对他说叫做这样子太不尊重粉丝了。 这个连结是到MTV的, 这个蛮有趣的, 我们点进去看看。 MTV有新闻部。 呃, 然后, 他这篇是open letter to Britney Spears, 是给布莱尼的公开信。 呃, 所以, 那个, 我们看了这篇文章, 他说, 呃, 对布莱尼这个说教训诫是真的, 就是真的写一封公开信跟他讲说你这样才不行啊。 Gossip Coverage八卦杂志的报导, of Spears became even more pantingly furious, 好像就是, 呃, panting里片的是喘气, 所以这边就是, 就是很卖力, 很兴奋。 Furious, 这边不是生气, 这边是卖力。 呃, 他的副词, Furiously, 比较常见这个用法, 呃, she furiously washed her hands, 不是说他很愤怒的洗手, 是说他很卖力的洗手, 用力的洗手。 As her appearance changed, she went brunette, 他把头发染黑, 或是染染深色, brunette没有区分黑跟中, 就是深色。 呃, 然后这边连结又是Vox跟网站的解释。 and then lost her hair entirely and turned to wigs, 转向使用夹法。 After injuring her knee, 膝盖也受伤, giving birth to two children, and taking a multi-year break from live performances, 所以有数年没有现场表演。 she gained weight, 就是珍重。 呃, 然后这件事情媒体把它当作一种背叛, 一种salacious betrayal, salacious 的意思是就是心山色的那种胃口, 所以他们就是一种报道的方式, 充满着心山色的这个角度。 所以, 他经历这么多事情, 那这个体重有变化, 或是外表有变化, 蛮可以理解的, 但是当时的媒体居然是如此负面的去报道这件事。 呃, 而且不只是八卦杂志。 ABC News, 这是美国很大的, 呃, 呃, 叫什么, 广播, 电视广播公司。 Post Mortem, 事后分析, 呃, 007年这个表演的事后分析, 呃, 呃, 就有引用, 有人把布莱尼描述为heavy, 这其实是过重的微玩语。 Post Mortem 这个字, 它原本来自法医, 就是人死了之后要做解剖, 呃, 或是人死之后尸体可能僵硬, 就是各种死后的处理跟变化。 好, 然后所以这么多事情, 倒霉事情发生在布莱尼头上。 前面那个, 那个媒体专业的教授就说, it was a collapse on a scale that we'd really never seen before. 他这样的崩毁崩坏, 崩溃这个规模是我们前所未见的。 and it was clearly abetted, abetted, 是有被谁助长, 有一种为苦坐舱那种感觉。 by the fact that gossip blogs had established themselves as very popular. 所以, 呃, 导火线, 我是始作俑者之一, 就是这些八卦部落格。 with camera phones, 记得这是07年, 所以这个还算蛮新的。 。 There was more access to this kind of information than we'd ever had before, both in terms of receiving the information, and in terms of how many people could get on their phones and sell their pictures to the likes of TMZ. TMZ刚刚讲的, 这就是八卦网站。 他最恶名昭彰的行的作业程序之一就是他消息来源会付钱。 呃, 新闻伦理通常规定是呃, 你的消息来源是不能支付任何报场的。 这样子才能呃, 保证他呃, 比较客观中理是主动想要提供资讯而不是为了赚钱。 但是TMZ他居然会给消息来源会付费。 好, 讲一下文法, the likes of, 像什么什么一样的那些。 其他名词, 所以诸如TMZ这样的网站。 好, 所以上面分析了布莱尼这个事业早期这个遇到的各种, 呃, 因为八卦报导造成的压力跟一些古怪行为。 结果是什么呢? In January 2008, 所以是隔年, Sphere was, Sphere was twice placed under a psychiatric hold. 他被强制送去精神病院。 呃, 呃, psychiatric hold, 这个意思就是, 呃, 他不是, 因为你你如果就是被关进精神病院有两种, 一种是医生觉得你好了, 你才能离开。 另外一种是比较短期的, 就是只要目前当前这个状况有稳定了就可以离开。 所以一个hold, 他意思就是短期的, 所以是指后者。 他只是短期待一下, 安定, 正经一下。 但是08年, 一月居然发生两次。 这个连接是到People的杂志报道。 一月居然发生了。 A month later, her father petitioned the courts, 向法院申请, for emergency temporary conservatorship over his daughter. 08年,二月, 那父亲就申请, 暂时监护。 the order was granted, 申请成功。 但是more than a decade later, spears was, 他这个忘了改, was still under conservatorship。 所以从这个暂时的监护变, 居然变成, 看样子好像变成永久了, 长期的。 好, 然后这个连接, 父亲申请监护, 这个连接是到英国卫报。 有趣的是, 我们在台湾会把卫报当成一个蛮正统中立的媒体。 但是在英国, 他们居然认为卫报是偏左派有一点点不入流的媒体。 蛮有意思的。 好, 所以监护是什么呢? 长什么样子呢? 呃, 他这个, 他这个不是标题哦, 他不是副标。 他是把下面会出现的一句引文放在这边, 告诉你说我们进入新的一节了。 呃, 有些网站会把重要的引言放在明显处。 这可以把它视为这样的做法, 一个例子之一。 好, 又要引用专家的说法了。 if you're an adult, there is a legal presumption, 法律上会预设说。 you are competent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a range of things, good, bad or indifferent. 假设说你是有能力去做决定关于各种事情, 不过无论是好是坏还是无关好坏。 谁讲的呢? Josephine Gittler, a law professor, 法律教授, and the author of reforming the guardianship and conservatorship system, an introduction. 这看样子是一本书。 如果是一篇网络文章的话, 这边就会提供连结。 actually, 为什么没有提供连结? 这应该可以连呢? 那总之你自己想找的话, 标题在这边你可以自己找。 所以他不只是法律教授, 他也是这个监护权的专家。 Your decisions can be good or bad, but you are entitled as an adult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your finances and your property and your medical care. 所以不管你的决定是好是坏, 因为你是成员,所以你有权。 You are entitled to. 你有权去做决定关于你的财产, finances, 加付数, 财产。 property, 资产。 我好像翻错了。 finances是资产, property是财产。 finances是你的钱啊, 无形之产。 property, 有形之产。 不只是房子, 有形的东西都算。 and your medical care, 你的医疗照顾。 but all states, 美国每一州, have laws that recognize, 认定或承认, that some people have diminished decision-making capacity. diminish是受损的, 或是减少减弱的。 capacity这边是指能力。 所以, 每一州的法律都有认定说, 遇到一个人没有实质的行为能力, 或是减少行为能力的话, 如何处理。 都有相关法律。 Conservatorship is designed to be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a legal adult who has a brain injury or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that renders them unable to properly care for their lives. Render, 使人变得, 然后结果通常是比较负面的。 So, the courts assign someone else to do so for them. Do so, 就是take care of their lives. 它是一个代名词, 代换的是, 动词加句子后面的东西, 整个带进去。 Do 是带动词, so 是带那个后面的部分。 所以, Do so, 就是care for their lives. 呃, 括号里面是说, 有些州会区分财务跟个人生活的管理, 但是加州没有区分。 名字上, 名字上, 名字上没有区分。 呃, Proving that an adult is no longer competent to run their own life is a long and drawn out process. 这过程很繁复。 这过程很繁复。 然后就下面讲了一些条件。 呃, 这边其实应该如果有引用资料的话应该也是连接到法律了。 作者可能会觉得说我即使连到法律你也不会想看法条就算了。 那结果是什么呢? Anything she wants to do, she has to ask permission as if she were a child, says Elaine Renoir,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to stop guardian abuse. 结束监护滥用。 好,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然后提醒各位, 呃, 草稿, 这篇research essay的草稿要在下课前上传到目睹。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刚刚上到这个人, Eline Renoir,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to stop guardian abuse. 没有连结。 为什么没有连结呢? 因为这应该是原创研究, 就是是作者为了这篇文章特别去访问这个人, 所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连。 那个上面关于法律的部分, 这篇文章觉得太麻烦不想连, 但是你们的文章如果导得到原始资料的话, 还是要引用。 好, 我们继续看。 这篇文章说, 这篇文章就是 延展、伸展或是运用。 就是 推进吗? 逼进吗? 那种意思。 就是不安于人们的界限, 而继续就是推进这样子。 一般的, 不稀奇的, 不特别的。 这篇文章说, 所以, 新发客饮料跟上iTunes买一首歌, 他们都在追踪他的花费。 这个当然就是纽约时报报道。 那, 在什么状态之下用Under。 在什么状态之下用Under。 means, giving someone else enormous power over them, so the potential for abuse, 滥用, it can be high. 那下面这边这段讲的是, 那当然就是要由法院监督,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法院都会好好监督。 然后他知道也是刚刚引用那个协会的理事长, Gitler这个人的访问。 There's another aspect that makes court monitoring 法院监督, of the conservatorship vexed, vexed是有困难的, 或是反复的, 状态反复的。 which is that in many states, people under conservatorship aren't guaranteed the right to hire their own lawyers. 受监护的人不能雇用自己的律师, 在很多州啦。 所以这个连结, 这个连结很有趣, 我们点击去看看。 他是一个法律事务所。 呃, 然后从他的网址看, 他们专业应该就是跟长者相关的法律。 呃, 法律事务所那个名字通常就是以合伙人的名字为名称, 然后LLC是有限责任公司,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Liability就是财务责任。 我打给你。 LLC,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好,那, 那, 呃, 这边, 就,呃, 很多法律事务所在网站上会做一些简单的法律概念解释, 作为宣传行销。 呃, 所以这边, 就在解释刚刚讲的这些事情, 就是受监护的人能不能雇自己的律师。 呃, 所以, Award就是受管束得人, 不管是什么样的法律机制。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自己点进来看。 呃, 刚刚讲说通常引用不, 呃, 尽量引用比较客观的媒体报道。 呃, 但是毕竟这个是, 呃, 法律的事情, 所以要引用日式的分析, 尤其那个分析会援引相关法条, 可以接受。 Under California conservator law, 然后他这个连结就连到法律了。 你看那个网址, courts.ca, ca, 是加拿大, dot gov, 美国政府。 Documents, handbook, 是手册, 然后是一个pdf, 所以这个是正式的法律文件。 conservatees, 这个是conservator的相反嘛。 conservator就是监护人, conservatee就是受监护的人。 这个跟employer-employee是一样的概念。 受监护的人, have the right to be represented by an attorney, 律师, but not necessarily the right to choose that attorney. And although Spears tried to select her own, until recently the court ruled that she did not have the capacity to do so, 直到最近法院才改变主意, 但是原本的判决是她没有雇用自己律师的行为能力。 so for most of her conservatorship, spears has worked with the lawyer Sam Ingham, who was appointed for her by the court. 有法人指定了。 Although she was not allowed to choose Ingham, spears was required by the terms of her conservatorship, 监护的条件,terms. to pay him an annual salary of $520,000. 雖然不是自己选择的律师, 但每年还要支付他五十二万美金薪水。 然后这个是纽约克杂志报导。 Ingham resigned from the role on July 6th, shortly after Spears' explosive testimony. 所以在布莱尼在法院上做证词, 提供证词之后, 他这个指定律师就辞职了。 这个报导是来自Variety, Variety是专门报导娱乐界新闻的, 但它不是八卦杂志。 它是英文叫做A trade journal, 是行业的那个刊物, 就是圈内人都会去看的这个刊物。 就是领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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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呢? 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 According to the 2016 New York Times report, Jamie,他的父亲, makes an annual salary of $130,000. 也是每年领13万美金。 and took home, 就是意思是赚。 带回这边一直就是赚。 1.5% of the gross revenues from the Las Vegas residency that Spears held from 2013 through 2017. 所以布兰尼一三年到一七年之间 在拉斯维加斯有注点演, 就是表演。 他这个钱, 净不是净, 总赚多少? 总共总收入多少? 毛收入吧,对不对? 对, 1.5% 也要支付给父亲 作为监护人的薪水。 不是净赚哦, 那是成本之钱。 所以他父亲仔细想一想, 好像有点利益冲突嘛。 就是身为他监护人, 然后又可以从他的事业赚钱。 然后又是由他来决定能不能解, 就是把布兰尼解放。 Under her father's supervision, the Britney Spears' financial empire flourished, 很茂盛。 很繁荣。 很繁荣。 he's a judge on the X factor, 那应该是美国的那个表演竞赛节目。 可能是英国 我都忘记是谁的 And playing nearly 250 performances during her Vegas residency 这一切都是 since her father took over running her life in 2008 Plus establishing multiple lucrative merchandise deals Lucrative是赚钱的 这个字跟Luker是 拉丁文的钱 Merchandise deal 就是卖相关产品 Spears is now worth 59 million dollars 他的身价是这么多 And none of the money she has earned or the life that it funds 用这个钱所支持的生活 is under her control 通通都是他建户人掌管 这个资料来源 是来自business insider 就是交易门报导 这是财经新闻的 然后这一段是讲说 在监护过程中 因为我们消息不透明 所以一般人不觉得有问题 Sphere's appeared to be a success story 看起来相当成功 After publicly and dramatically spiraling Spiral是螺旋的意思 它这个字的 这边的用法的资源是 开始有无法控制自己的想法的状态 就是比如说 焦虑症会一直想最好状况 然后越想越多 越想越复杂 像一个螺旋一样 但是这边就不单是指焦虑症 或是无法控制的想法 而是整个状况越来越差 所以很戏剧性的 就是美空日下 She now seemed stable and healthy Up until 2019 She was producing so much music Performing so constantly Making so much money Didn't that obviously mean The conservatorship was a good thing? 这就是我们消息不透明的时候 一般人的认知 注意一下until的用法 大部分台湾学生 都会有用错的时候 until是指说 到了这个时间点之后 就结束了 直到今天还是怎么样怎么样 不是用until 是用even 什么什么什么时间 后面加一个still 依然 Even today Taiw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still have to take 18 weeks of class 直到今天依然如是 用until的话就是 到今天为止结束 所以up until 2019 所以这个状况是2019年结束 然后下面也给一些说法来解释说 为什么一般人会这么会觉得这样的监护算是好事 这一段提到其他童心长大之后遇到的问题 这一段提到外人的眼光看起来好像 she was back looking healthy and vocally stronger than ever Vocal 是发声的说话的 这边是指着他唱歌的那个 那个喉咙 那个声带的状态 这个是13年 L L也是一个女性杂志 时装杂志 但是他这边 用的动词是 upine opine 是opinion的动词 发表议论 虽然引用的是人家的看法 但是 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吗 Spears' fans have been suspicious of her conservatorship for as long as it has existed Many of them point accusingly 作为一种指控 to all the work Spears has done over the past 13 years If she is so unstable that she can't be in control of her own life they say why was she guest starring on how I met your mother 这个电视节目 他上去课传 just two months after the emergency conservatorship was established 其实讲起还蛮有道理的嘛 如果真的需要监护的话 为什么开始监护两个月之后 他居然能够上电视节目 做课传演出 doesn't that seem to suggest the conservatorship exists less to safeguard Spears' well-being safeguard 当然就是保护 less this than to maximize her income 所以这个剧情就是 比较不是 而是 然后让他的收入最大化呢 by extension 也意味着 the income of those in control of her life 也算是让监护人的薪水最大化 收入最大化 那不只是反思 Venor 这个反对 要改革监护权 这个协会的理事长也说 the public has the right to know that the state 就是政府 the state's政府 is taking care of the citizens that need help everything so quiet with this case that it's very disconcered disconcerting disconcerting 是令人不安 所以专家也觉得说 好像消息不够透明 感觉怪怪的 好 那 真正的有消息透露出来呢 是2019年4月 that's when comedians Tess Barker and Barbara Gray hosts of Britney's Graham 上面提到那个播客节目的两个主持人 received a voicemail 收到那个一段录音 from someone who said he used to be a paralegal at the law firm handling Spears's conservatorship 这个人是管理 布莱尼监护权这个案子 的律师事务所 firm是事务所 里面工作的 paralegal paralegal不是律师 paralegal是律师助理 法律事务所很忙 然后律师薪水又很贵 所以 大部分不需要律师执照 也能做的事情 通常就会交给律师助理 paralegal 或法律助理 应该这样说 paralegal是 隐形的 相 并行的 所以不是等同 是相 所以他不是真的律师 他是法律主理 好 然后这个录音 他的连结就是 连到那个播客节目 那一集 连过去 好 所以这个录音讲什么呢 Earlier in the month a post on Spears's Instagram 连到Instagram had announced that the singer had checked herself into a mental health facility for a little me time 就是 给自己 曾经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所以注意这个句行 She checked herself 他自愿的 into a mental health facility months before or that news broke 这消息 被报道出来 数个月前 Spears had cancelled her planned second vegas residency ostensibly to spend time with her gravely ill father 他已经取消了 他已经取消了 原本要再回家 是再注 注点 演唱 第二段 他先取消 ostensibly 是名义上的 意思是说 实事上不是这样子 名义上呢 是要跟他 有严重疾病的父亲 多相处 grave 是严重的意思 跟serious一样 What is going on is disturbing to say the least 这个状况 非常令人担忧 这就是那个 voicemail 讲的 He alleged 他指控说 Spears had been committed to a mental health facility against her will 布莱尼其实是被 强制送进精神病院 and that there was no timeline for her release 没有安排好 他被释放的时程 所以他这个算是 长期 监禁 timeline 时间走 这边也可以翻成时程 the trigger 导火线 trigger 人们意思是把手 不是 那叫什么 呃 枪把 对 板击啦 枪板击 那这边是指导火线 一样嘛 你扣下板击才会发生 The trigger he claimed 他声称 was that Spears had been seen driving with her boyfriend to pick up some fast food even though her conservatorship forbids driving moreover he said that she had begun to refuse to take her medication 所以为什么 被强制监禁呢 因为这两件很小的事情 一 他不能开车 他被禁止开车 可是被发现开车了 但不是一个人开车 他的男朋友在他旁 在他身边 然后二 拒绝服用药物 因为这两件事情 而被强制监禁 然后他父亲 就用自己的疾病 当作理由来取消 所有公开活动 那好 这个只是片面之词 当时只是片面之词 所以这一段在讲说 这个人到底可不可信呢 两个主持人 分别有去执行过这个人 然后觉得他可信 found him credible credible是可信的 但是呢 no other outlet 没有任何其他媒体 能够去佐证 他的那个说法 verify 佐证 或是确认是真的 outlet 这原本意思是 呃销售界 叫什么 呃出口量饭吗 他原本意思就是 他不是代理零售 而是直接厂商 跟这个零售业者合作 呃 然后多了产品 就送给他们去买 那这边是指 有做报道的媒体 他的意思是说 你知道 记者常常会听到 各式各样的消息 但是不一定都会报出来 呃 不一定都会报道出来 一是要看编辑 觉得就是重不重要 然后二是要看说 这个消息可不可信 所以真的被报道出来 你可以说是 呃 爆出来给 一般民众去 知道 去了解 也算是一种出口 一种 outlet 呃 好 所以可信度呢 虽然两个主持人 觉得可信 但是好像其他媒体 都没有报道 meanwhile a spirit's camp camp 这边是指一方 像是party 一方 所以 呃 布莱尼那边的人 maintain 是依然声称 that the conservatorship remained necessary to keep Spears' life on track 那当然了 他们没事 当然不会放弃 监护的那个权利 所以这边状况 蛮特别的 通常用某人的camp 意思是说那边的人 就是说能够代表那个人 但是这边因为布莱尼受监护 所以其实他那边的人 不能 不一定能代表他本人意愿 然后下面就是讲一些支持说法 就是为什么监护是必要的啦 然后为什么是好事啊 什么的 呃 然后 这个说法是来自 布莱尼的经理人 就是事业的经理人 演艺圈经理人 他在华盛顿邮报的访问 然后也提供连结 这是2019年 好 然后2019年9月呢 他父亲就是临时辞去监护员工作 原因呢 是after a physical altercation with one of spirits' sons 他跟布莱尼的其中一个儿子 起了肢体冲突 altercation是冲突 但是通常只会放在physical后面 这两个是最常见的搭配词 所以 基本上会做出这种 会发生这种事情 呃 已经非常令人怀疑 这个人的那个可靠程度了啦 居然会跟布莱尼的儿子 起肢体冲突 就是跟 他是父亲嘛 所以是跟自己的孙子 起肢体冲突 呃 然后 呃 死掉之后 呃 由 这个女生 Jody Montgomery 也就是布莱尼 长期的 Caregiver 算是照料她的人 比如说就是 掌管十一住行的 暂时作为新的监护人 那 布莱尼 希望她变成正式的监护人 但是 法院拒绝 呃 然后但是 2020年8月 布莱尼在法院上提供证词之后 然后又那个纽约时报 跟Hulu合作的新的纪录片 就是真实情况才开始爆料出来 然后纽约时报报导 纽约科报导 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东西 呃 这边都再次提供连结 上面布莱尼自己的证词没有连结 这边是连到variety 然后这些报导的细节是什么呢 纽约科报导 ronan farrell and jack tolentino 这两个记者 这两个人很有名 你们可能有听过前阵子 美国演艺圈 有me too风暴 就是性丑闻风暴 到处都爆料 就是各种名人都有性丑闻 大部分都是这两个记者 在纽约科杂志上做的报导 好 在这纽约科报里面说 07年她状况很差的时候 在spiraling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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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被受压力 因为跟前夫在斗孩子的监护权 因为跟前夫在斗孩子的监护权 在斗孩子的监护权 在斗孩子的监护权 就是怀孕跟生产 其实常常伴随很多很多的身心变化 不只是肚子变大而已 那一个很常见的就是生产后的心理变化 她是可能会得到忧郁症 所以 这个文法要留意 基本意思就是当时正在经历分娩后忧郁症 但是她写法是这个 这个是她当时的伙伴朋友 现在认为 现在怀疑 她 好我送她来 经历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分娩后忧郁症 这是她 当时的 友人 现在怀疑 那个时候 当时已经有了 就是说 有人 现在回想当时的状况 觉得应该是分娩后忧郁症 所以她时间写得很仔细 现在怀疑 当时是什么情况 不是 当时的友人 现在怀疑是什么情况 这两个记者报道 were both preceded 发生之前 什么事情呢 by incidents of spears driving to Federlin's house tailed by paparazzi and then being refused access to her kids 所以这概念就是说 她因为这些事情 甚至最后 无法 去跟自己孩子见面 给她 弱大的压力 才会导致 她当时的古怪行为 然后攻击狗仔 第1次被强制 送进精神病院 好像也是因为孩子相关 at the end of one custody visit 好 custody visit 孩子监护权 不一定是权有或权无吗 有时候被判说 每过一段时间 就会有权利 可以跟孩子接触多久时间 所以比如说 法院可能会判说 每两个礼拜 可以跟孩子共度一个周末 类似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拜访 叫做一个custody visit at the end of one custody visit Spears in tears took her youngest son into the bathroom with her and said she wouldn't come out Federlin's lawyer called the police and Spears was placed under emergency psychiatric hold those who were close to Brittany at the time have maintained to the New Yorker that the children were in no danger Spears just wanted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m 所以一方面他当时古怪行为 然后被宋经精神病院的原因 好像也没有当时刻画那么严重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明华 Jamie Spears comes across 被刻画成 in these new narratives 在新的说法里面 被刻画成 not as his daughter's savior not as his daughter's savior 救护人 救护者 拯救者 拯救者 在新的说法律文件 在新的说法院文件 reveal multiple sources who suspect that he has relapsed while serving as Brittany's conservator 所以法律文件 偷留说 有很多人怀疑 他在做监护人过程中 又上瘾了 但是当布莱尼 跟法院提出这样的看法的时候 这是2014年 透过他的律师 跟法院这样说的时候 然后 suggested that he take a series of random alcohol tests 提议说 他父亲应该来接受 就是 酒精测试 Jamie's lawyer 他父亲的律师 condemned the request as inappropriate 他就是觉得 这样的要求 不合 不适合 而法官也同意 absolutely inappropriate 完全不适合 后面加了一句 and who is she to be demanding that of anybody 他又是谁 有资格 这样子要求别人 态度真的超恶劣的 他是08年开始监护 这已经是14年了 所以这边一直告诉我们 不只是监护人的问题 法院法官 似乎也没有做好自己的责任 他这边没有连接 因为全部都是 从那个 纽约时报报导出来的 上面已经提过 这个报导的连结 顺便提一下 在美国的法律文件 基本上你只要在法院 有递交文件 然后那个审查程序是公开的 譬如说没有国家机密 的话 全部都变公开资料 没有因为个人隐私 而就是删减之类的 全部都公开 因为美国的概念是 政府是人民政府 所以政府的行为跟文件 只要没有正当理由 全部都应该让人民知道 这是另外一篇报导 Jamie seems to have understood his role as conservator to require prioritizing not his daughter's mental health so much as her Barbie doll public image 所以他父亲认为 监护的责任并不是 把他女儿的精神状况 放到最优先 prioritize 排优先顺序 so much as 就是反而是 要维护他的 八尾娃娃的公开形象 in the article 在这篇报导里面 family friend Jacqueline Butcher recalls witnessing an exchange between father and daughter in 2008 in the first days after Brittany was released from the hospital into her father's care on exchange 这边是对话的意思 有一番话语的交涉 就是有一番对话 这个是监护早期 08年才刚从精神病院 释放出来 released 从医院释放出来 如果还需要 事后照顾 后面就会 into someone's care 只要有谁来照顾 这个不管是精神病院 还是一般医院 都使用 然后这个 Butcher 这个有人说 Jamie said Baby Butcher recalled 他回忆说 And I thought he was going to say We love you But you need help But what he said was You're fat Daddy's gonna get you on a diet and a trainer 找一个就是 诗人教练 And you're gonna get back in shape 听起来就是 非常的可怕 Butcher added That Jamie Repeatedly told Brittany She was a whore Jinyu And a terrible mother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conservatorship As Ban Suizhe He pushed her To come to terms with Jie So The new shape of her life Come to terms with Come to terms 人们的意思是 是 盘盼 成功 就是 关于 就是各种条件 达成协议 延伸意思就是 跟这个情况 达成协议 就是愿意接受 这个情况 He was adamant He was adamant 坚持 Adamant To be adamant about Was it to be adamant That's something 是 强力坚持 That it would be he Who called the shots 由他来做决定 In the new world order And whenever someone Question his edicts 他颁布的造令 Edict 造令 He took to shouting To take to 就是有这个习惯 什么习惯呢 Shouting I am Britney Spears 布莱尼就是我 这是太可怕了 如果这个人的说法是对的话 然后布莱尼在他的证实里面也提出 He loved the control to hurt his own daughter 100,000% Under Jamie's regime Regime通常是 统治 阶层 统治这一伙人 那另外一个意思是 管理 结构 或是训练结构 严格管理 这边可以翻成严格管理 在他严格管理之下 Spears' control of her cash was severely restricted No matter how much she earned She was limited to a weekly allowance of $2,000 每个礼拜 只能花用 两千美金的零用钱 对我们来说 听起来蛮多的 但是 which meant her annual living expenses 她年度的支出 were smaller than the stipend she paid Jamie 比她支付监护人的钱还少 这个意思就是本末导致 谁才是主题 她本人能够用的钱 比她监护人能用的还少 She found herself at dinners with friends and unable to cover her share 跟朋友 除去吃饭 居然没办法付自己那一部分 她不能决定自己能怎么花钱 但是她被要求 be obliged to 被要求 要继续赚钱 有时报报导说 根据法院文件 she was forced to perform with a 104 degree fever 发高烧 还必须要表演 她布兰尼自己在法院上说 她working conditions 她工作状况 像是sex trafficking 像是性走私人口一样 那个贩卖人口一样 那种强迫 进行性行为 性交易的那种工作状况一样 performing seven days a week no passport no way of escaping 然后这边也有提出 进入过程中 Spirits was isolated from people she is close to and surrounded by those loyal to her father Isolated from 跟谁做区隔 做隔离 我们现在说 自我隔离 self isolation 那这边就讲说 她父亲把她周围 信赖的人都fire掉了 然后雇用了自己的人 然后在最近的 那一个纪录片里面 有提到 她父亲把她 布兰尼的手机 连接到自己的iPad 来监控 还在她的卧室 放监视器 surveillance camera 是监视器 所以看样子 那个当时那个法律 助理 爆料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真的 has been vindicated vindicated 子宝内截育 肯定截育器 它是一种避孕措施 然后她说 她被镜子拿出来 拿出来 她不能移除 she was put on lithium 反战强强制 送进冰神病院 was precipitated by a minor bodily rebellion be precipitated by 是起因语 为什么呢 she didn't want to do a specific dance move during rehearsal 单纯是因为 她排练的时候 有一个舞步 她不愿意去做 因此就被送去精神病院 好最后一点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come out of all of these revelations 这些爆料当中 爆出来的 come out of 最重要的一点呢 is the sure knowledge 千真万确的 这个小资讯 这个知识 that Britney Spears did not want to keep living under a conservatorship 所以我们终于 不用再怀疑说 这个监护当初 到底对她好不好 她打一开始 应该不是打一开始 早在2014年 就有表达过 她不再愿意受监护 好 所以我们这边 讲到这边 我希望你们看到的是 这些资料 她是如何 原影如何使用 有些资料是 只有那个点需要资料 所以她就在那个点 引用一次 然后就没了 有些资料是访问人家 访问 可以访问很多内容 所以有时候要在这边 用这个内容 要在那边用那个内容 但是还是同样的访问 她就会在第二次之后 只提受访者的信誓 那另也有 就是尤其这篇 有根据两篇长篇报导 一个就是那个纽约时报 报导 另外一个是纽约克报导 因为长篇 所以很多资讯 所以在这篇文章 不同地方会原影 所以她的做法 先是 比如说如果提到第二次 她就会提说 根据那一个纽约时报报导 但是如果 因为这篇文章很长 如果过了一段文字 然后又要回到那篇报导 为了提醒我们 是哪一篇报导 所以她又会再负一次连结 这两篇报导 到这里为止 就我们今天看的这范围 这两个连结 各出现了三次 就是确保我们 对于她引用什么资料 完全没有疑问 非常清楚 所以如果你们的文章里面 也要遇到类似情况的话 也可以考虑这些做法 所以不一定是一个资料 用在一个点而已 如果你引用这个资料 讲了很多东西 你可以看怎么符合自己文章的行文 然后多次引用 那你写的就不是大众文章 你写的是像我们 那个今天还来不及看的那一篇 我让你简单看一下 我们另外本来要看的这一篇 是讲死刑家属对于是否原谅 就是这些死刑家属决定原谅 但是还是支持死刑 然后这篇研究在研究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们的心态怎么样 所以是学术论文 这篇学术论文用的就是我们文章要用的APA格式 所以你可以看他引用的方式 这个点 这个点他就引用很多篇 第一篇文章 A B and C 作者斗点年份 然后这个连结就是连到 下面 看一下 应该是连到下面 对 完整资料这边 但是他这边引用的不止一个人吗 不止一篇文章 好拿去 不止一篇文章 所以 好掉了 好了我们其实随便找一个都可以 看一下这边吧 A B and C 三个作者 年份连接到下面 第二篇文章用分号隔开 另外一篇 A and B 年代 分号第三篇 A and B 年代 所以这个是括号里面引用方式 这个因为是三个作者会以上 第二次开始就用at all 及其他人 这个之前讲过 这应该是比较旧的APA格式 我们新的APA格式 我上次上课有讲 根据我上课讲的 你们写法根据我上课讲的 所以这个是用括号里面的引用 另外还有新文件 Gross and Matheson 括号年份 然后连接到下面 and的符号写出来 然后这边就讲说 他们的研究做了什么事 因为有引文 有没有引号 所以提供页码 第515页 下面下一篇 这两个人 年份 他们的研究做了什么 但是没有引用话语 所以不用提供页码 如此类 所以我们虽然来不及讲到 可是文章在目桌上 你有兴趣可以自己看 我原本只是要看文献回顾的部分 因为他这篇文章当然也有原创研究 Method研究方法 我们就不用管他 我们主要只是看这几页的文献回顾 好 讲到这边有没有想提问 OK好 所以还没有上传文章的话 请尽快可以持交 到下礼拜三某一天 不能持交的话 系统关的话 请用email寄给我 或者是你可以用teams传给我也可以 好下礼拜就是我改完之后发给你们 然后我们一对一讨论 我会先改完先上传到时候会再写全班信通知你 如果你没有在看全班信的话 就是你没有在搜学校信箱的话 请不定期上model看classemails那个区块 就是全班信的记录 这样才不会错过 OK下礼拜见